好 接下來喝了帶大家來吃米糕 米糕小小一碗 上頭滿滿的料 吃一碗都有飽足感 今天兩家不同一樣了 首先看到雲林斗南米糕店 選用西螺濁水米來製作 用黑豬肉 上面鋪滿著蝦仁跟油蔥酥 特色淋上了蒜泥 這飄香八十年 另外 臺中清水這一家 也是有多達七十年的歷史 鋪著瘦肉跟肥肉 特別的是放一個蚵仔瓜 那醬料很特別 特製的米辣醬 香味四溢 來看今天喝價來PK 眼前的米糕香味撲鼻 小客人湯匙拿了一口接一口的吃 不時還會舔一下嘴唇 不錯過任何一口美味 湯匙背面的米粒 也是要一起送進嘴裡 跟小弟弟同桌的先生 一次還點了兩顆 讚不絕口 這家米糕店在雲林斗南 米糕是放進白鐵桶子裡去蒸 用料鋪得滿滿 老闆說他們的米是用在地的米 淋上了醬是蒜泥 說到米糕 台中清水的米糕名氣也很旺 台中的米糕也是用桶子下去蒸 淋上特製的米辣醬 還加了香菜 挖起來伴隨熱氣 香味四溢 這家米糕還有個美味秘訣 店在海鮮清水 店家也在米糕中加入 柯桿 吃起來有海的味道 台中米糕和雲林米糕比一比 台中的配料是瘦肉 肥肉混合 加上柯桿 米吃起來軟Q 米辣醬是特製的 雲林的米糕用黑豬肉 蝦仁 油蔥酥 配料豐富 米吃起來黏坦 加蒜泥 香味更足 客人喜歡哪一種呢 有人看重配料 有人取決口感 國民美食米糕 勝負關鍵 就藏在這些小細節裡 華視新聞王嬸 吳建宏 宵夜林品星 雲林 台中報導